在北加州湾区的一角 法谷山旧金山分会 十年来举办着各项共修活动 禅修活动 法会共修 佛法讲座 读书会 禅艺课程 社区活动等 期许在繁忙喧嚣中 提供一处净土 让忙碌奔波的心灵 都能就近得到宁静的慰藉 当下的清凉 2002年的冬天 因为圣言师父的一句话 旧金山该有个联络处了吧 让前去西雅图皈依的谢秀青师姐 真正的被姐姐渡进了法谷山 开始承担起如来的家业 推动各项法务 这个责任可能很重大吧 我就回来跟姐姐讲了 她就说来吗 既然这样子 姻缘来了吗 我就常常跟我妹妹讲说 不要怕 我们需要什么人 就有什么人进来 自然就会有这种 有那个姻缘进来 隔年 跟随圣言师父 席禅多年的张俊师兄 来到旧金山湾区探亲 在教授初级禅训班的姻缘下 将旧金山北湾 南湾及加州省会的师兄姐们 整个串联起来 阅众们以禅法相会 让圣言师父 二十多年前 在旧金山 种下的汉传禅佛教的种子 终于发芽了 在谢师姐及菩萨的发心护持下 诸用一间办公室 作为大家的供修场地 法谷山美国护法会的法师们 开始前来红法关怀 带来佛法的滋润 滋养着众生的心田 在Newbury的这个道场呢 我记得第一次呢 国园法师来访的时候 那也是第一位法师 来到旧金山的联络处 不大的空间 凝聚了二十余人定期举办活动 一切从零开始 从无到有 凭借着谢师姐的一颗怨心 众师兄姐找到了修行 护法的立足点 一场无常的视线 2006年Milbury到场 被收回去另做他用 山不转路转 路不转人转 人不转心转 顿师依靠的悦众菩萨 珍惜因缘 轮流借用师兄姐的家 让各项活动依然不断地进行 《世中佛子共勉语》里面的一句话 处处观念菩萨 所以我心想 这也是一种 因缘吧 听到这个危机就是一种转机 所以也正好有这些师兄师姐们 他们发心把家Open House出来 让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 做不同的活动 也算是一种体验 也算是一种修行 像我们禅修的这些坐垫 铺团 铺团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有40套 这个40套加起来 每次要搬豆 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那样辛苦的日子 可是大家就也是忙得 非常的充满滑喜 随时就是一直在吸收知识 2007年秋天 因方丈和尚来到 弯曲红法的姻缘 让大家决定再次寻找一个 可以无法立生的固定道场 Sunnyville道场的出现 画下了一个美丽的句点 也开启了分会 另一段发展的新面貌 找到这个道场的时候 大家一致的理念就是 我们无论如何 那那个时候大概只有十几位 业重菩萨们 那我们一定要成就它 然后呢我们也不能说 好了过了这一餐 有一餐没有一餐的过 所以我们是集中起来商量说 那我们至少要能够有 维持一两年的经会 所以大家都很花心的就说 好那我们就是集职 固定的供修场所 也促成多元化活动的举办和接引 不论是增长正知见的读书会 明人分享的新六轮系列讲座 配合节庆的园游会摆摊 结合禅修与艺术的禅艺课程 都是禅法活活泼泼的体现 把修行卧视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做到佛法生活化 生活佛法化 而网站架设和视讯直播 更是让佛法的传播一家五远辅界 利益弯曲以外的信众 在圣言师父西方弟子法子的 红化耕耘之下 分会也开办英文茶禅 禅修工作坊 成立翻译小组及法经组 在在都蕴含着佛法西传的怨心 2011年的布天班 彻底的将旧金山峰会改革换面 我们发现当大家共同坚持 一个简单的一个理念 一起来做一件对的事情 那种凝聚的力量非常的大 那一年让我们招募到 不少的义工行卿 同时也因为到场的场地太小 容纳不下六七所义工 那也间接开启了 到道场过足的一个音乐 从五六十到一两百个人 到去年的音乐响宴有五六百人 真的是因为法古山的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以禅修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禅风 担任着我们十多年来 就是一路很有信心的这样子走过来 2013千人禅修 是分会推广禅修十周年的一个里程碑 借着分享利益身心的巴士洞产 把法古山心灵环保的理念带给当地社区 突破宗教文化种族的界限 广邀大众一起来体验身心的安定与自在 少了义工菩萨的欢喜奉献 就没有办法圆满成就旧金山分会的成长 圣言师父常勉励万行菩萨说 尽心尽力第一 不争你我多少 本着这样共同的心念 义工们在服务众人广众福田的同时 也提升了自己的品质 在利他中完成了自立 这也就是福慧双修的菩萨行 来参加这个团体 我来护持这个团体 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是成愿再来的菩萨 因为做了这么一段时间以来 我觉得都是一定都是跟圣言师父 或者跟这个团体有某些姻缘 能够在这个团体付出 那就像是法师所讲的 过去深中 可能自己发了这样的一个姻缘 因为现在的这个姻缘 大家又聚在一起 感觉就是回到家一样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家的感觉 我从来没有觉得是做义工 我是家里的一份子 然后我不想让这个家 给轻易的散了 一般人在家看电视休息 周末去看电影户外旅游的时候 我们会在这边打拼 我觉得就看到那一点 呃 就不会讲 就是 是一个应该做的事情 要把时空放大 这一切都只是很短暂的 对啊 时空放大的时候 意义是无限的 走这条路 我说为什么不要 对不对 要这样好好的做 无远无悔的 我要这样子做 就像是做这样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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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曾经讲过的 就是说 鸟要有巢 身要有势 人要有驾 那么我也一直希望就是说 我们尊散峰会的道场 不管是大或小 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 它除了提供是给我们 义工菩萨 给我们这些的热忱 本身是一个练习的场所之外 也给 万区的社会大众 来到我们的道场 它也可以体会到 铲血的气氛 那法骨山的 真正的建设 是在 理念 提升的品质 建设 能见净土 固定的道场 我们是有一个空间 能接引 不同的对象 而让大家 来一起 学习 活法 采法 心法 让大家一起 共同灵际 向心里 展现慈悲 哲悦的生命力 也来进化人心 进化生命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 一个大家庭 我想我们大家好好努力 路一定会走得更好更稳 尽心尽力 随眼努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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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市值得更好